哈喽,我是小韩,我又来了 我现在刚刚起床,然后准备去交醒我的两个室友 起床啦 起床啦 快点 起床啦,起床啦 起来上班啦 欢迎来到当下女子宿舍 那,开始看片 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这期视频呢,本来应该是可以和你回家嘛 然后现在阴差阳错就变成和两个PD同居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住在一起呢 天雷装地火 天雷本人 前单壳住户 不用动手了 地火本人 自如到齐来 我就是那个钻空子的女大学生 不想住宿舍了 所以我们三个就三拍集合 珠连闭合 同居啦 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给大家看我们的家了 趁他们俩现在还在赖床 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房子的整体构造吧 这边就是我们的大门 从门口进来之后 首先映入脸脸的就是我们的厨房了 好乱啊 设备非常的齐全 然后厨房的左边呢 我们的客厅里 沙发 彩垫 不对,没有彩垫 你知道我们入住第一个礼物 是由我们天使一般的神女士 送来了另外一位蓝色的天使 打扫完之后 真的就是焕然一新 这边呢是我们的厕所 前段时间新装了这个玉帘 干十分非常的好用 这个玉帘可以讲讲了 我们在那个拆玉帘 拆了之后装一个新的 自己去量尺寸自己买 自己装 装了两个小时吧 终于 滴水不漏外面 看大雨 看大雨手上戴着什么 我们今天还要去上班 等我们下班之后再请匹弟们 亲自给大家介绍他们的房间 每天做事效率最高的时刻 是什么时候 去上班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了 是什么让我们选择了这个房子 窗户木开有猫进来拉屎 因为有猫进来拉屎 因为有猫进来拉屎 其实我们新家离公司差不多五六公里的地方 出行方式呢 最主要就是地铁 地铁 地铁 怎么没有放我背门夹的那段 来让我们这位众爱者说一下 这个出行方式有什么bug 对 会背门夹 我们有一天上班呢 刚好赶上了早高峰 为了避免背门夹 特地让一班车走了 然后等来了下一班车 结果呢 他们俩上去了 我 没有急上车的 人广见 人广 哎呦 我先被里面那个门啪夹了一下 然后我意识到不对 往后退了一下 然后被外面 外面那个门 又咋 我们只能相约在人广呢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地铁不是一站到直 中间要换城 换城的站呢 就是举世文明的 人广场大 怎么说你 就是一个徒步吧 城市徒步 我们回家的路程加上换城 大概要50分钟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要搬到一个这么远的地方 一开始我就拒绝 因为上班车太远了 但是除了离公司远点 没啥毛病 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 有一些自己的生活 我们生活的这条街道 非常的有生活气 然后我们每天早晨 就可以来这条街上买早餐 就是它一边有烟火气 然后另一边就离上海各大 中心 会所 我们想要说在新的一年里 开启新世界的大门 Life work balance 一个半岛的flag 立队 当然了我们心情好 体力好 天气好的时候 也会 什么时候呢 只有可能是下班的时候 骑个小车 运动一下子 下班是最快乐的 哎呀这小脚步轻快的 我们现在下班了 耶 Yo what's up 也是快乐下工人 大家猜一下他们在吹什么 这是一个笑有辨识之歌 有绿带走走走走走 I'm running 享受欢乐的下班时光 你想我妈 丽莎妈 麦皮 我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 陪丽莎玩 她一个人带来天洞 孤独寂寞了 小弟弟 小弟弟 有没有想我 下班 我们笑笑 每个人都像变态一样 静下来 走 走吧 去吧 看看丽莎的表情 你们就是欺负丽莎 不会说话 来吧 这个房间真的好大呀 我记得你刚搬来的时候 有14个小女 就是比人不才 在收纳方面略有一些谋略 如果给我的房间定个主题的话 我觉得是 强收纳多功能小屋 衣帽曲 洗完脸 回涂磨磨磨香香啊 给本人强力安全感 囤的一些小东西 读书角 文化之中 是衣柜 好 这可以 毫无推荐 扁香格 它是两头的 你拉一半也可以打开 请教我 收纳小切 好好好 好骚 她在自闭吗 她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代表了内心世界的我 内心世界的你在商调 这边就是日常的衣服嘛 我就是这种 拔拔色搭地色的重度爱好者 叠衣服这种事情 每天都要做确实挺烦 所以我会给自己一个 可以随手一丢的区域 你还是会叠一下对吧 拍摄嘛 还是有点包袱的薄 随手一丢的东西 不是在这儿呢嘛 查查查这一点描薄 这是我的笼椅 这是我的包桌 我给了自己一个约定 除了电脑和水 不可以放任何的杂物在桌上 很容易会把乱七八糟的东西 往桌上落 没有工作的欲望再上 唉 查查这社畜发言 你干嘛要在家里面 有工作的欲望 这边最好的一个地方是 它可以调整你的品味 你可以这样工作 你可以这样工作 你还可以这样工作 你家不是睡着了吗 片子最后导出的时候 看着这样心满意足的神片 感恩几位姐妹妹 没有觊予我龙椅龙桌的想法吗 我最喜欢的还是这块毯子 香烟小野败 它这个毯子第一天装上 走进来之后一摸一坐 就是两个小时过去了 回家来就是躺在地上 什么也不用想 度过闲者时间 杯子也有心到 本事饮食累了 想休息一下 当场起死 太舒服了 对 我房间还有一个Tag 就是密集恐惧者污辱 看我们辛勤的厨娘 别的不会泡面一绝 我怎么这么多才艺 我的镜头不会被伤 我们三个自同 住在一起之后 最爱干的事就是啥 搞夜室 必须要买我的快乐 颜色已经出来了 泡面大厨 干饭机器 弄上我要吃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给她煮一点东西 不然她就会一直凑到桌上 四处游走 所以那天晚上吃泡面的时候 我就给她煮鸡肉 天哪 还要吃吗 这个肉 你现在在干嘛 要收被子吗 看这个阳光 这个窗子四米长 是不是要看这个阳光这么好 晾衣服只能在那儿晾 真的很恐怖 我昨天第一次试了一下 就拿了个筋骨碰进来 每天晾衣服就跟搞杂技一样 真的 把那个杆子伸出去的时候 我就手心都在发汗 我们是一个世界中心的老小区 所以晾衣架呀什么的都是比较老式的 住的都是一些嘎嘎呀 老妈呀 哎呀 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每天非常亲切的问候 你叫练吗 对对对 我觉得是一反我之前对那种大都市人情稳定的印象 来了 你看我现在是猫狗窗前的人 哦 对哦 它是一条腊肠狗 所以我给它请一条腊条 好可爱 晚上侧着睡觉的时候 这个脚不像一大 爽 给大家出现一下 诶 触屏的 宿舍笔位 Lucas老师亲情推荐的 化妆台吗 这都是昨天临时收出来的 所以你昨天收到几点 我在昨天8夜3点钟的时候 把记者熬夜这四个字点上去了 你每天晚上睡前不会觉得很打脸 心中烦满的亏意旧 只有R1的人会贴禁止R1 这个瓶子是什么意思 本来是要买一些花 插在上面这样贴上去 但还没有想还要贴什么 请大家 你给我提供点思路 敬品周边 敬品 每天晚上回来 这两个洗衣篮都是倒在地上的 因为Lisha特别喜欢关洗衣篮 然后这边是你的衣帽区 所以你还是有其他外套的 为什么我只看到你每天都穿这个外套 我们的队服 穿着队服上班的当下姐妹花 因为很耐着 就很生活它里面是浓的 我们要出新一批周边了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感觉我拿着一个仙女帽 穿你两妹就应该用仙女帽 其实这是Lisha的 给我拍个slow motion 来找我干嘛 过来吧小弟弟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迷你小我室 看 所有的东西都买的满满满满满 自己贴了镜子 对我在这里贴了镜子之后 我就买了这个架子 发现我就没有时间去照镜子了 一到后面我就可以照到我的镜子 每天在这边OOTD 太大的开吗门 我要开门的话 我再放在这里 在开门 非常的不合理 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地方 这边没有一个插头 这边又有一个柜子 睡觉的时候 可以把它放在这里 工作的时候 又来这里 去柜子里拿一个东西 卡 一卡 然后就掉进去了 那就是一些日用品 虽然说是书架 但是没有书 衣柜 你看它这个分区多么的明确呀 它的内衣 秋裤 袜子都是干净的 虽然说大宇是我们中间的收纳之王 但是我也不逊色 我的房间就介绍完了 虽然说很小 但是我很急 我突然想起来 忘记给大家介绍一个我的神器 我想给你们戴一下 它并不是一个VR眼镜 真正的作用是护眼衣 我亲爱的妈妈送给我的 剪辑完之后 把它一戴 护眼摸细 眼睛就得到了充分的放松 你还可以再剪一宿 我还要录outro 谢谢你看到这里 不好意思啊 我这期视频又超时了 我们合作在一起之后 录制的这期 我可以跟你回家吗 以思心解决了两个PD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这样比较生活化的Vlog形式 我们之后呢 也会找机会探索一下PD们的家乡 如果你们有想看的其他PD 或者成员的家乡的话 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里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